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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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带着一个很兴奋 很开心的心情 而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期待这个圣诞节呢 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 因为世人的罪 祂牺牲自己 因为世人的罪 祂牺牲自己 神是万有的开始 亦都是万有的结束 甚至是万有的开始 也是万有的结束 这个君王是将会再来的 这位君王是将会再来的 天后 祂牺牲会和你旁边的说一声 天后 祂牺牲会和你旁边的人说一声 预备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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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 我们一起来唱歌 我们一起唱歌 我们一起唱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闪着被释放 绝望的人 今日的朝旁望 心中的右手被划为欢乐 迷失你了 现在有方向 罪恶中担 今后不再承担 盛开道路 我们的朝食灭 以满泪的神与我们同在 天心光顾 往目的颂养 能一位鹰海为我们而生 曾神的儿子指给我们 祂来掌权 祂做我的永远 世心不离带来敏感 祂美是奇妙伟大的城市 勇在地天父全能真身 哈利路亚 祂是活的君王 耶稿基督我们的神 祂是活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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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的儿子赐给我们 祂来掌权 祂做我的永远 是心动意带来平安 阿弥陀佛是奇妙 伟大的真实 拥在地天路全能真身 阿弥陀佛是奇妙 耶稣基督我们的神 祂为领海为我们而生 神圣的儿子赐给我们 祂来掌权 祂做我的永远 是心动意带来平安 阿弥陀佛是奇妙 伟大的真实 拥在地天路全能真身 阿弥陀佛 祂是我平均王 耶稣基督我们的神 有一位领海为我们而生 神圣的儿子赐给我们 祂来掌权 祂做我的永远 是心动意带来平安 阿弥陀佛是奇妙 伟大的真实 拥在地天路全能真身 阿弥陀佛是奇妙 伟大的真实 阿弥陀佛是奇妙 伟大的真实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奇妙 伟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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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光阴君王站立 何往看见你的展现 不求你来反转 震动这土地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君王站立 同行高居你圣洁的秘密 不求天船打开 圣语不提醒 我们光阴君王站立 宇宙的中心耶稣 世界的中心耶稣 万物都本于你 属于你 为于你 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光阴君王站立 渴望看见你的展现 不求你来反转 震动这土地 我们光阴君王站立 我们光阴君王站立 同行高居你圣洁的秘密 不求天窗打开 春雨不停行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渴望看见 你的展现 不求你来翻转 震动着土地 同行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同行高居圣洁的秘密 不求天窗打开 春雨不停行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降临 大大江口 大大匆忙 恩高如雨 浇灌着地 因为看见 而未听见 渴望更多 看见你的永远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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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降临 渴望看见 陈迹的展现 渴望看见 陈迹的展现 我们光临君王将领 光临高举与神界的名 不求天城打开 成与不停息 我们无恒光临君王将领 我们无恒光临君王将领 因为我们是大祭司 并不是不能够提出我们的软弱 并非不能提出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过罪 只是他没有犯过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言无拘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拘的 来到私恩的宝座前 为了得赦免 蒙恩会做随时的准备 神啊你捨起自己来让我们的罪 来担当我们的一切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 呼求你 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你 呼求你恩典的降临 呼求你的恩典降临 呼求神你的连述 你都会福兴我们里面的圣经 也是来福兴我们的圣洁 也是来福兴我们的圣洁 我们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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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恶心 命一旦等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致命 求持下福生的心 我们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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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闭睁眼 看着耳垂听 共主义的不求 万兵道要来 敬拜祢 荣耀告知祢的生命 不信责笛 却能离之王 我们欢迎祢 主我们同心在祢面前 以祷告慎愁愁 我们准备所有的恶心 平衣荡荡跟随你 主我们国家是属于祢 求祢来掌握全地 愿祢来联名 一致着帝 拥有才心降臨 我们护秀祢 那把福 欠祢的宝座在这地 你闭着天看着耳垂体 问主命的不求 往边都要来敬拜祢 拥有高距离的生命 复兴着地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祢 我们不求祢 祂把福 沉迷你宝座在这地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体 问主命的不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拥有高距离的生命 不幸着地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祢 我们不求祢 阿爸父 这里你宝座在这地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体 奉主命的不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拥有高距离的生命 拥有高距离的生命 我们欢迎祢 我们欢迎祢 2014.5 2.3 因为我知道我最记住 主 我多么需要你怜悯 因为我知道我多软弱 生命我 背着黑暗沿沫 要输我 背着世界迷惑 生命我 要输我 求你太恩 可怜我 求你太恩 可怜我 这个罪了 主 我多么需要你恩典 因为我知道我最记住 主 我多么需要你念名 因为我 治疗我多热闹 使命我 被这黑暗淹没 让输我 被这世界闭闹 使命我 要输我 求你开恨可怜我 求你开恨可怜我 这个罪恨 使命我 被这黑暗淹没 要输我 被这世界闭闹 使命我 要输我 求你开恨可怜我 求你开恨可怜我 这个罪恨 求你开恨可怜我 这个罪恨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继续来祷告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继续来祷告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继续去默想 刚才我们所敬拜的歌曲 刚才我们所敬拜的歌曲 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我们就是祈祷 我们来祷告 創造天地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亲手创造天地万物 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公认我们一切的虚容和享用 公认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更加让我们去管理你的创造的万物 更加让我们看到你创造的万物 因为撒旦的引诱 因为大大的荣耀 因为撒旦的引诱 撒旦的引诱 让罪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活在罪的当中 让我们活在罪的当中 主啊 主啊 你为了拯救我们这帮卑微的罪人 要不要拯救我们这帮卑微的罪人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预备了你的爱子 因为你预备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将我们在撒旦的手中拯救了出来 所以我们 让我们在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 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补血 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尽我们一切所犯的罪 使尽我们一切过犯的罪 我们感谢我们大美你 我们也很欢迎你降临在这个世上 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气靠 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接着我们有奉献的时间 奉献是属神的子民应该作的回应 奉献是基督徒的子民 请大家带着甘心乐意 诚诚实实的心 我们真的甘心乐意 诚诚实实的心 诚实 诚实的心去做这个奉献 今天如果你未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 今天如果你还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 你待会奉献带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 奉献带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 你传给隔壁的人就可以了 你传到隔壁的人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降伏在祢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一杠人的心 零售生命破碎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可恨恨天 祢尽能在乎我 可恨恨天 祢宝血为我流 可恨恨天 祢一尊贵拥有为我冠冕 我的嘴笔充满赞美 一阵尘的心 降伏在祢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一杠人的心 零售生命破碎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可恨恨天 可恨恨天 祢今夜在赴我 可恨恨天 祢宝血为我流 可恨恨天 祢一尊贵拥有为我冠冕 我的嘴笔充满赞美 可恨恨天 可恨恨天 祢今夜在赴我 可恨恨天 祢今夜在赴我 祢宝血为我流 可恨恨天 祢一尊贵拥有为我冠冕 我的嘴笔充满赞美 主啊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让我们有奉献的机会 感谢祢 我们有一个奉献的机会 我们真的要将所有好的东西 全部奉献给祢 我们真的要将所有好的东西 都全部奉献给祢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好的 都是从祢而来 你创造了我们 你创造我们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你教导我们 你更加让我们 在祢的爱当中得胜有余 你大家在我们当中得胜有余 我们很感谢祢 求祢使用我们的恩赐 在祢的事工当中 求神祢赐我们智慧 求神祢赐我们智慧 将祢皆美的福音传到地极 愿祢的子民都是用心灵和诚实的心去敬拜祢 如此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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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日崇拜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日崇拜 今早早好像见到大家都挺兴奋 今早大家都挺兴奋 刚才华女儿叫她们坐位的时候呢 刚才黄女儿就坐到前面一点 是不是圣诞节就快到来了 大家会不会很忙 大家都好忙 最开心的呢 我觉得 最开心的是我们 刚才我们唱的歌就是 圣诞节提升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讲流 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 主耶稣基督见领 有没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预备好 有没有预备好 预备好没有 预备好都没有 OK 我们跟着有些报告 好了 现在我们有一些报告 在下个星期二 12月13日 星期二晚 姊妹团契 下个星期 12月13日 星期二 晚上七点 很快 很快 如果你真的想去参加的话 如果大家想去参加的话 姐妹们 妹们 妹们 就会跟志娟姐妹和方姐联络 和阿娟和方姐联络 这个上次也有讲的了 李隆我隆恩爱夫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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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盈 明年2017年3月6至8日 3月6至8日 其实很多时间给大家安排 很多时间给大家安排 希望大家都会去参加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参加 刚才我们讲的 准备我们的心 去迎接圣诞节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准备我们的心 就是准备我们的心 去迎接圣诞节 去迎接圣诞节 但是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焦点 和心思要是正确的 其中我们有正确的焦点和心思 有一个报告 就是报告版没有的 就是今天2点钟 所有要筹备聖诞节目的弟兄姐妹 和所有小组的组长 2点钟在那个房间开会 今天最后一晚 2点钟 所有要筹备聖诞节的节目 弟兄姐妹 还有小组的组长 在那个房间开会 OK 今天是王全道为我们正道 现在是王全道为我们正道 我们也为他来祷告 天神阿爸父 天神阿爸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一起侍奉你 那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示范你 愿意神你今天就使用王全道 愿神你今天使用王全道 今天分享的道 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和帮助 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和帮助 将以下的时间都是交上给你 这样以下的时间都是交上给你 求神来在你 同主名求 奉主名求 Amen 我想邀请大家 有一段末道的时间 是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相信每一次当我们讲道的时候 神会借着他自己的话语 来针对不同的人 来针对每一个人 来向他说话 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到之前 就像我们每一次读经之前 每一次读经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为自己来祷告 求神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听到他要对我们说的话 让我们可以听到神对我们的说话 让我们有一段时间 大家各自为自己祷告 大家也会为自己来祷告 大家也会为自己来祷告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预备君王将领 是预备君王在来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呢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呢 因为圣诞节快到了 因为圣诞节快到 再过两周星期天就是圣诞节 再到两个星期天就是圣诞节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规律 就是机会永远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永远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一个人没有预备的话 如果一个人没有预备的话 就算机会在他的面前 就算机会在他面前 他都会抓不住那个机会 他都捉不到这个机会 就像我们之前所讲 就像之前我们讲到 以前呢 我们看到洛基亚手机 我们看到洛基亚手机 洛基亚手机是手机界的老大 洛基亚手机是手机的大佬 很厉害的 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落呢 为什么现在会落后呢 因为他没有抓住机会 因为他没有抓紧机会 当所有的手机转型的时候 当所有的手机转型的时候 由键盘手机变成智能手机的时候 由键盘的手机去到智能手机 洛基亚手机还抱着他自己的那个系统 而洛基亚手机呢 他仍然保留着他自己的系统 还不思考去迎接这个新的改变 也都不会思考去改变 因为他没有预备好 因为他没有预备好 所以他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被淘汰 我们也知道科达公司 科达 有键盘 有键盘 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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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电子的阶段 变成电子的阶段 科达公司没有抓住那个机会 而这个高达公司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他没有预备好自己 没有预备好自己 所以他在那段时间当中 他的整个的势子就下降了 这个整个就会下降了 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要再来 他要再来 那么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的心呢 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的心呢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心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错失这个机会 我们就会错失这个机会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 也不知道怎么准备他的到来 也都不知道他怎么准备他什么时候回来 那是更加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 今天耶稣可能在你心里面敲门 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去迎接他 你自己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迎接他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 其实没有耶稣在他的心里面 就像启示录里面第七个教会所讲 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第七个教会所讲 耶稣说我在门外敲门 我在门外敲门 我在门外敲门 当我在门开门的时候 听见我声音的 我就开门 我就进来了 我就进来了 他与我 我与他一起作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可怕的情节 就是老底家的教会 就是老底家的教会 明明是一个教会来的 明明是一个教会来的 明明是一群基督徒来的 但是耶稣基督竟然不在教会里面 就像我们自己 明明我们是基督徒来的 明明我们有来参加聚会 好像我们也有读经 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跑到你的心门外去了 今天很多东西 你错过了就没有了 但也有一些东西 你错过了还有机会再得 我觉得基督徒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我们常常说 错过了 没有关系 神永远都给你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散诞了 你散诞了 你被骗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跟你说 除了一件事情之外 就是你的救恩 如果你没有抓住 你想回头 随时都可以回头 上帝永远都给你机会 但是 其他的事情 你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 如果你不要回应上帝 如果你没有回应上帝 上帝呼召你一次 呼召你两次 呼召你三次 呼召你三次 当你再不顺从的话 你错过了 你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就错过了 我们看到保罗 我们看到保罗 我们看到扫罗 我们看到扫罗 当初神把他立为君王的时候 当初神立他为君王的时候 是上帝亲自的拣选 是上帝亲自的拣选 说我立你做我国的君 就立你为做我国的王 但是扫罗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 但扫罗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 他一意孤行 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 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行 本来上帝要呼召他 本来上帝要呼召他 坚定他的国 坚定他的国 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 犹大 耶稣给他无数次的机会 耶稣给了无数次的机会 耶稣甚至提醒他说 耶稣也亲自跟他说 我已经知道谁要卖我了 我也知道谁要卖我 但是犹大不听耶稣的劝 但犹大没有听到耶稣的劝面 他决定要卖耶稣 决定要出卖耶稣 他错过了 他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他再也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一 天堂没有他的份 天堂没有他一份 地狱里面的刑罚 反而有份 在地狱里面的刑罚 就有他一份 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非常严肃地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很严肃地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再随随便便地做 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不要随便这样说 我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可以为神而活 我们不要再说 我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可以回应上帝 不要再跟我自己说 我可以再回应上帝 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可以再去爱神 不要再说 我只有很多机会去爱神 今天宣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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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要去做了 也不需要去预备了 也不需要去预备 还有很多机会吧 还有很多机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错过了今天 你错过了今天 你就是错过了 你就失去了 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也不能回头 有一个文章 有一个文章 讲到 就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 在高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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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一个女孩子 追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非常漂亮 这个女孩子 非常漂亮 她追了三年 追了三年 追了三年之后 突然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 这个女孩子 发过一条信心 给她 她说 If you don't abandon me 如果你不离开我 I will be with you in life and death 我就会跟你 同归于尽 一起死 生死 那么她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人的英文不好 这个人英文不好 她就去问她的同学 她就问她的同学 她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她说 这个我追了三年了 我追了三年了 终于有这个结果了 终于给我发信息了 终于她发信息了 这个同学就给她翻译了 这个同学就给她翻译了 她说 她的意思是 她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再不离开我 我就和你同归于尽了 我就和你同归于尽了 她一听到这句话 当这个男孩子 听到这个说话 灰心绝望 这个世界一片黑暗 这个世界一片黑暗 再也不连心 那个美女同学了 那么大家都毕业了 过了几年之后 再过了几年之后 她突然收到一个请行 她就 邀请行 收到一个邀请行 这个美女同学结婚了 她就去参加她的婚礼 参加她的婚礼 参加她的婚礼的时候 她就去参加她的婚礼 她就去参加她的婚礼 参加她的婚礼 参加她的婚礼 她差点被晕倒 这个男子就差点闻到了 再看那个新郎 就是当初给她翻译的那个同学 就是当初和她翻译的同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能因为很多的东西 我们错过了一段感情 我们可能因为很多的原因 我们错过了一次升学的机会 我们可能因为很多的原因 我们错过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但是今天 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不要错过了 就是不要错过了 因为你错过一切的事情 如果你错过一切的事情 都比不上你错过这件事情严重 都不会错过这个事情严重 那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今天要来到你的心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今天要来到你的心里面 要来到你的心里面 要来到你的心里面 不单单来到你的心里面 他是要来做王的 就是要来做王 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面临一个选择 我们要面对一个选择 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来到你的心里面 耶稣来到你心里面 他不是做你的奴仆的 他不是要你做你的奴仆 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 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 君王将 君王再临 他来到你的心中 当他来到你心中 如果你不让他做王 如果你不让他做王 他就不来了 他就不来 因为他就是王 因为他是王 他不是你的奴仆 他不是你的奴仆 他是你的君王 他是你的君王 在当初那个时候 那个世界呢 所有的人都在等候耶稣的再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像等候耶稣来的那个状态 从来都没有像等候耶稣基督来的那个状态 去等候任何一个人 人没有等候过林肯总统的出现 人从来没有等候过林肯总统的出现 人从来没有等候过孔子的出现 人从来没有等候过孔子的出现 人从来没有等候过苏格拉底的出现 当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无数的人都在等候这个人的到来 无数的人都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 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当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 那时候百姓们都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当时的百姓都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到来 耶稣基督再来 犹太人也在等候耶稣基督来 犹太人也都一样 他说你若是基督 如果你是基督 就明明地告诉我 就百明明地告诉我 甚至连淫乱的妇人 甚至连淫乱的妇人 他跟耶稣在谈道的时候 当他跟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 他说我知道彌赛亚要来 我知道彌赛亚要来 我知道彌赛亚要来 施洗约翰也知道 施洗约翰当他在街里面的时候 他对基督的信仰 发生了一些动摇 他对基督的信仰 发生了一些动摇 他就打发那些门徒 就打发了两个门徒 去问他 就问耶稣 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将来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耶稣还没有来 当耶稣基督还没来 所有人就已经在那边等了 所有人已经在等候耶稣基督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等啊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等啊 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 人会去等待那些还没有生出来的人 人从来都不会等一些未出生的人 并且还指望他做一些事情 但是耶稣那个时代 在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个世界在等候一个人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等候呢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等候呢 原来他们当中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预言 有许多多的预言 在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 圣经就早已经预言说 圣经已经早有预言 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来 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身在什么地方 他要做什么 他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特色 在圣经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他就讲到 这个弥赛亚是女人的后裔 他就讲到 这个弥赛亚就是女人的后裔 他就讲到 这个弥赛亚有一天 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痕 在弥赫书里面 在这里讲到 这个弥赛亚将来 要降生在犹大的支牌当中 是一个尊王 是一个尊王 因为她是女人的后裔 因为她是女人的后裔 她有一天 要把那个撒旦 给践踏在脚下 有一天她要 撒旦践踏在脚下 践在撒旦的头 把撒旦踏在她的脚下 要把撒旦踏在她的头 他生于犹大的伯利痕 他生于犹大的伯利痕 他一来到这个伯利痕 当他来到这个伯利痕 这个原来是当中最小的 当中原来最小的 但是他要成为大 但是他要成为最大 因为他改变了这个伯利痕 因为他改变了这个伯利痕 当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 当圣经接下来 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呢 当他来的时候 当他要来的时候 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他要成为中宝 接下来圣经又预言 这位基督的到来 他要建立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呢 是公平和公义 这个国度呢 这个国度呢 是坚定到人人 要坚定到永远 这个国度呢 是大位的国度 而他又讲呢 在圣经里面 当那位仁子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得了权柄 得了荣耀 得了国度 使各方 使各方 各主 各国 各族的人 都侍奉他 都要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够去 他的国也不败坏 你知道犹太人 读这些了 你知道犹太人 是读这些了 他们完全明白圣经里面 关于 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 一方面他们被逼迫 另一方面 他们非常渴望 彌赛亚的到来 因为他们知道他一来 他们就有救了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在圣经的预言之关中 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中 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中 他们就好像在沙漠中 行走的客女一样 她就好像在沙漠中行走的客女一样 他们望着那个奇明星的出现 希望那个奇明星能够带领他们走出那个沙漠地 希望这个奇迷星能够带领他们走出沙漠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时代 在他们的时代 也继续都知道基督要来 所有的人都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所有人都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而你知道上帝工作的属灵原则 你知不知道上帝工作宿灵的原则 就是需要人对他有一个渴慕的邀请 是需要他对他有一个渴慕的邀请 因为当初上帝把这个大地赐给人类的时候 他说我把这个权柄给你 要你掌管一切所有的 而人类就拥有这个地的权柄 而神性本身就是尊重人类的权柄 比如说如果你不接受他做救主 如果你不接受他成为救主 他会尊重你 就不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不想要耶稣基督来 上帝就可能在那个时代 不猜浅耶稣基督来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我肯确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因为这个讲道 很切尋求 你就看到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从天上降临 上帝从天上降临 大规模的在我们人类这个世界里面 做工的这些事情里面 就是上帝从天上降临 当上帝从天上降临 大规模的在我们人类 非常大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来做工呢 这些事情把它抽出来的话 将这些事情抽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原则 就是上帝到来之前 当上帝来的之前 必须要预备人心的渴慕 必须要预备人心的渴慕 当人心足够渴慕的时候 当人心渴慕的时候 他才能够让上帝从天上降下来 他就让上帝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 来在这个地上来做工 就好像一个基督徒 当他对上帝有渴慕的时候 就好像有基督徒对上帝渴慕的时候 上帝的祝福才会临到他的身上 上帝的祝福才会临到他身上 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他身上 上帝的引导才会临到他身上 上帝的引导就会临到他身上 一个不渴慕的上帝 一个不渴慕的人 一个不渴慕的人 他永远不会经历到神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事实正是如此 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 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痛苦当中 因为那一代的法老王已经不认识约瑟 并且他们极力的逼迫以色列人 甚至把他们的婴孩扔进河里面淹死 甚至把那些以色列的婴孩丢到海里面 让他们做奴隶 让他们做苦工 圣经记载说 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 他们就哀求 他们哀求神 他们为什么要哀求神 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 就是以色列人要在埃及 四百年左右的时间 老神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出来 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这是以色列人知道的 当约瑟死的时候 他叫以色列人启示说 就向以色列人启示 当你们离开这个地的时候 当你们离开这个地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骨头带到迦南地去 一定要把我的骨头带到迦南地去 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相信 因为他在心里面有一个相信 以色列人一定会出埃及的 以色列人一定会出埃及的 但是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呢 在以色列人恳切寻求上帝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狠切寻求上帝的时候 因着苦功而向神祷告的时候 而因着做苦功而向上帝寻求 上帝就猜遣摩西来了 并且他自己也亲自的同在 因此他也与摩西同在 而猜遣他的云柱火柱 也猜遣他的云柱和火柱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而同样的情景又出现 同样的情景又出现 当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 被罗马政府所统治的时候 被罗马政府统治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苦不堪言 当时他们 非常的痛苦 没有人生自由 没有国家 没有国家 而那个时候 所有的以色列人心中 都有一个渴慕 他们指望基督来 都渴望基督来帮助他们 希望基督来再次帮助他们 希望基督来拯救他们 而就是在他们渴慕的时候 当他们最渴慕神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诞生在犹大的伯利行 和同样的道理 同一个道理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再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讲到给我们 将来基督徒要被逼迫 将来基督徒会被逼迫 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 要被逼迫吗 为何将来基督徒会逼迫 这个是上帝的允许 因为基督徒不被逼迫 如果基督徒不被逼迫 基督徒是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基督徒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基督徒是不会渴慕天堂降临的 基督徒也不会去渴慕天上的降临 就好像犹太人在埃及地 犹太人在埃及地 分调与顺的话 生意做得非常好的话 生意做得好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不会说 我想要离开埃及了 就好像以色列人 在罗马兵的统治下 被罗马统治的时候 如果他们没有被统治 如果他们的国很强大 如果他们的国很兴旺 如果他们的国很兴旺 他们可能就不会说要有基督来了 也都不会想要基督再来 因为人的本性 都是贪向安逸的 人只有在自己的极端的痛苦当中 他才会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肯确地寻求神 求神来拯救他 求神来帮助他 求神来帮助他 神很明白我们人的落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所以圣经讲到 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当时 基督徒会受逼迫 基督徒会被逼迫 而你可以预见 我们会预见 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 当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 那个时代的祷告 那个时代呼求我们的主再来 当时他们的祷告 求神主再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 能够比得上 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知道耶稣基督徒会再来 而他们又生陷在逼迫当中 他们内心就会 拦起无限的渴望 他们就会有这个 很切的渴望 就是主啊你什么时候来 做祈求主啊你什么时候来 主啊你什么时候来 你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做完 你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做完 就像那些被杀的灵魂 他们大声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圣洁真意的神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如果你不去审判地上的人 给我们生流血的冤 为我们去 生流血的冤 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就是说主啊你怎么还不来啊 主啊你还不来啊 你怎么还不在地上掌权啊 你还不在地上掌权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是上帝工作的属灵原则 这个就是上帝工作宿灵的原则 就是渴慕了 这个学母 上帝就来了 上帝就来 同样的道理 当你自己本身 当你自己本身 面临暖弱的时候 当你软弱的时候 被罪恶捆绑 遭遇难处 当你的生命中 有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 当你的心有一个渴慕的时候 神呀请你来帮助我 神呀求你来帮助我 神就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他就能够在你生命中 来帮助你 他就会来到你生命当中 来帮助你 还记得四世纪吗 四世纪 记不记得在四世纪 四世纪里面 以色列人他们所遭遇的经历 在四世纪里面 以色列人遭遇到的 上帝动工的属灵原则 一直有一个循环 一直有一个计划 就是以色列人在痛苦当中 当以色列人在痛苦当中 他们被逼迫 或者有饥荒 一些难处发生 他们呼求上帝 他们一个可恶的心 来亲近神 来亲近神 当上帝拯救他们的时候 他们日子好过了 他们日子好过的时候 变小康了 不需要上帝了 开始犯罪了 犯罪的时候 他们又被逼迫 在逼迫当中 他们又呼求上帝 阿神 帮助我吧 上帝又来了 然后他们又奔小看了 生活又美好了 又离开上帝了 然后他们又遭遇到逼迫 然后上帝又来了 他们又呼求上帝了 又呼求上帝 上帝又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 整本圣经的属灵原则没有 当我们看到 整本圣经的宿灵原则就是 一个基督徒 当他对神有越生的渴慕的时候 当他对神有越大的渴慕的时候 他的生命中 就能够越多的经历到神的工作 他就会在生命里面 经历到神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对这个世界来讲 对这个世界来讲 这个世界需要迎接君王降临 我们需要这个君王降临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更是应当迎接君王降临 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主耶稣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 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像我刚开始所讲 很多的基督徒 已经把基督关在门外了 基督徒我想要进来做王 当基督想进来做王的时候 我们就阻止 我要自己做王 我不需要你来干涉我的生命 我不需要你来纠正我的错误 我不需要你来纠正我的错误 我要自己做王 但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当我自己有难处的时候 主要我解决不了了 主要我解决不了 你来做我的王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是你的雨伞吗 神不是雨伞的 神不是雨伞的 祂是王 祂是王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你的雨伞 什么是雨伞呢 什么是雨伞呢 你不下雨的时候 当不下雨的时候 你永远把它放在房间最角落的地方 你就将它放在房间里 最不起眼的地方 当下雨的时候 你才开始想起 我家里还有一把雨伞 我有把傘 你放香道具把它找出来 因为你需要祂为你遮风挡雨 因为我要靠祂遮风挡雨 但是上帝不是雨伞 上帝不是雨伞 上帝是君王 上帝是君王 祂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每一个时刻 上帝在我们每个生命的时刻 祂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你掌管我们的生命 所以圣诞节的再来 圣诞节的预备 圣诞节的预备 圣诞节的信息 圣诞节的信息 永远都是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 你的心预备好了耶稣基督进来了没有 你的心预备好了耶稣基督进来了没有 你预备好耶稣基督在你身里面做王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你可能说我预备好了 可能你会说你会预备好 你说我很渴慕耶稣基督在那 我说我很渴慕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中 我很渴慕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中 但是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那些觉得他已经预备好的人 常常是没有预备好 常常是没有预备好 常常都没有预备好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到 从历史上就会看到 以色列人当初 在以色列人当中 呼天海地 要求神来拯救他们 要求神来拯救他们 出埃及 出埃及 进加拿美地 但是 当神差遣摩西拯救他们的时候 当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那一群呼求上帝的以色列人 就是那一群呼求上帝的以色列人 就是那一群呼求上帝的以色列人 这群呼求上帝的以色列人 死在旷野 全部都是死在旷野 死在旷野 死在旷野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得去 除了约书亚和加拿之外 除了约书亚和加拿之外 为什么他们很渴慕神来 为什么他们很渴慕神来 很渴慕神来帮助他们 为什么他们很渴慕神来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却死在旷野呢 但反而死在旷野里面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来跟随上帝 当上帝来拯救他们的时候 当上帝来拯救他们的时候 他们没有用信心来跟随 他们渴慕 他们以为说我渴慕就够了 他们以为渴慕就够了 但是上帝说 我来呢 要跟随 你要跟随你的渴慕才会实现 你要跟随 你的渴慕就会成就 同样的悲剧 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那个时候百姓都指望基督再来 当时那些百姓都渴望基督再来 所有人都想 哇基督啊你什么时候来 所有人都渴望基督 你什么时候再来 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以色列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以色列人弃绝那位救他们的主 以色列人弃绝这位救他们的救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对应姐妹们 同样的道理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同一个道理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当然是一个预言故事 有一个预言的故事 就是一个人名叫约翰 有一个人叫约翰 这个约翰呢死了 这个约翰呢就死了 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 上帝就跟他说 上帝就跟他说 他说你活了六十几年 你在地上活了六十几年 都没做过什么事情 都没做过什么 那这个约翰就跟上帝说了 那这个约翰就跟神说 他是上帝啊 上帝啊 如果我当初 如果我当初 也像牛顿那样子 有像牛顿那样 有苹果掉在我的头上 有苹果掉在我的头上 我可能也会发现 这个蛮游人力 只是我没有机会 但我没有机会 那都不是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啊 但不是我没有做什么事啊 实在是我的人生 没什么机会让我做事情 但我们人生都没有机会 让我做什么事情 发挥我的才干 怎么发挥我的才刚 上帝就说了 那上帝就说 好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我就给你多一次的机会 时光倒流 时光倒流 回到牛顿那个时代去 回到牛顿的时候 那个人在苹果树下 当那个人就在苹果树下 上帝摇一摇个苹果树 一个苹果树 应该苹果掉下来了 这个苹果就跌下来 砸到他头上 刚刚掉在 砸在他的头上 他一看苹果 就看一看苹果 捡起来 就执起来 用衣服擦擦 擦一擦个苹果 吃吃吃吃把它吃了 就吃了这个苹果 上帝一看 上帝就看 又摇一摇苹果树 就再摇一摇个苹果树 更大的苹果掉下来 他又把它擦干净 他又将这个苹果擦干净 又把它吃掉 上帝一看 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又一个更大的苹果下来了 又有一个更大的苹果掉下来 掉在他的头上 又掉在他的头上 他一看这个苹果 再看这个苹果 这个火气就来了 火就来了 这个没事干嘛 天天掉苹果下来 为什么这个雪 整天都掉苹果下来 就把苹果愿意的扔出去 就算这个苹果扔了很远 刚好就扔到牛顿的头上 就刚刚扔了在牛顿的头上 牛顿正在苹果树下睡觉 当时牛顿就在苹果树下面睡觉 被这个苹果硬扔呢 被这个苹果硬扔呢 被这个苹果扔中 就醒了 就醒了 就发现了万有引力 就发现了万有引力 然后这个人回到上帝那边去 这个人就回到上帝那边去 上帝就让他看 上帝就说 你看我给你机会了 我给你机会了 他说你看 你看我给你机会了 那个人对上帝说 这个人就跟上帝说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上帝说 就算再给你一百次机会 就算给你一百次机会 你也不会成功的 你也都不会成功 因为你没有珍惜 因为你没有珍惜 当机会来你的时候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就抓住那个机会 你都没有抓住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同样的道理 同一个道理 当你犯罪的时候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上帝在扣门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你抓住那个机会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当你贪念事实的时候 当你贪念事实的时候 机会来了 机会再来的时候 上帝在扣门 上帝在扣门 这个世界 不要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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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给了我们 很多次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爱他 让我们可以追求他 让我们可以追求他 让我们可以传扬他的国度 让我们可以传扬他的国度 所以今天呢 所以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知道君王来了 当我们知道君王要来的时候 我们除了迎接他的将领之外 我们除了要迎接他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传扬君王降临 我们需要全阳君王降临 所以大家刚才进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拿到一张纸 所以大家进来的时候 都拿了一些纸 这个纸是邀请卡 这个纸是邀请卡 每一个人 我鼓励每一个人 我鼓励每一个人 你拿着这张卡 你祷告 你祷告神 我可以把这张卡 我要将这张卡 给谁 邀请来参加圣诞节的 我们的聚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反应 一个最大的反应 一个最大的反应 就是传扬君王降临 就是全阳君王降临 路加福音二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 讲到 天使在耶稣 实际上诞生的时候 天使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他们显现给那些牧羊人看 他们显然给那些牧羊人 他们要传扬一个信息 要传扬一个信息 就是君王降临 就是君王降临 耶稣已经降临了 耶稣已经降临 星星呢 星星也在传扬基督的降生 星星也传扬耶稣基督降生 他们向那些东方博士显现 他们向那些东方博士显现 跑到东方去传扬 跑到东方的传扬 带领这些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 当这些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这些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星星在他们前头行 这些星星在他们前面 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在他上头停住了 星星都在传扬君王降临 就连星星都传扬 上帝耶稣的降临 而我们看到那些牧羊人 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 当那些牧羊人被天使告知说 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被天使降临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的时候 我们生了一个救主 这些牧羊人就去寻找了 这些牧羊人就是寻找了 他就找到baby耶稣了 就找到这个婴儿耶稣了 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 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就把天使说耶稣降生的说话 传扬开了 当耶稣被抱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 当耶稣被抱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 那时候有先知亚拿在那边 当时有先知亚拿就说 他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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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位就是救世主 他就知道这位就是救世主 这位就是耶稣 这位就是耶稣 他就把耶稣的事情 他就把耶稣的事情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死的人 讲说 对一切盼望 耶路撒冷得拯救的人 耶路撒冷被拯救的 向他们讲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你真的认识神的时候 当你真的遇见基督的时候 当你真的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的反应就是你要传扬开来 你的反应就是要传扬出去 你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天下的人 你要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 你巴布的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大家还知道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妇人 大家还记得 之前我刚才说过那个妇人 就是那个紧的淫妇 这个就是井边的人 当他一知道 那位跟他说话的是基督的时候 当他知道跟他说话的是基督的时候 哇 他打水都不打水了 他打水的时候 就原本要打水的都不打水了 他跑回到他住的地方去 就跑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到处跟人说 到处跟人说 有一个人 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将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莫非这人就是基督 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 让很多人相信耶稣 当时有很多人都相信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圣诞节就快要到 圣诞节的忠心不是礼物 圣诞节的忠心不是礼物 圣诞节的忠心不是有王 不是王 圣诞节的忠心是 圣诞节的忠心对你自己来讲 对你自己来讲 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预备好了没有 迎接这位君王 在你的生命中掌权 在你身份里面掌权 你可能说你是基督徒 可能你会说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没有让基督掌权 但是你没有让基督掌权 你怎么能够是基督徒呢 你怎么会称为基督徒呢 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必须要让神在你心中掌权 你必须让神在你生命里面掌权 你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圣诞节的忠意 就是我们需要迎接君王降临 我们要向全世界 我们要向整个爱尔兰 整个爱尔兰 我们要向整个都柏林 整个都柏林 我们要向我们的邻舍 我们要向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同事 我们家里住的人 来传扬上帝的救恩 来传扬神的救恩 我们要向祂歌唱 要向祂歌唱 称顺祂的名 天天传扬祂的救恩 天天传扬祂的救恩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们 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这个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我们必须要传扬祂 我们必要传扬祂 在传扬祂之前 在传扬祂之前 我们要迎接祂 做我们生命的王 我们要迎接祂 祂是我们的生命做王 不要让这个世界 成为你的王 不要让罪恶 成为你的王 不要让你的妻子 或你的丈夫 成为你的王 不要让金钱 成为你的王 不要让娱乐和派对 成为你的王 上帝才是我们的王 这是圣诞节的信息 但是如果今天 你不让上帝做王 如果你今天不让上帝 让心里做王 错过了 再也没有机会再活一次今天 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我今天没有为上帝而活 如果今天我没有为上帝而活 我今天就是白活了 我就是白活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要抓住每一天的机会 为上帝而活 为上帝而活 我们有一首歌来回应神 有一首诗歌来回应神 在我们唱诗歌之前 我们唱诗歌之前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低下头来 我们都邀请大家去低下头来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耶稣要来在你的生命中做王 就是耶稣基督要在你生命中做王 你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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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只是口头上说愿意 我们不是只是口头上说愿意 上帝要我们有真实的行动 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王 上帝要在你心里面做王 否则 他就不在你的生命中 他就不会在你生命中 那我们有一小段回答的时间 让我们有一段 默想和悔改的时间 请来 弟兄姐妹妹 我邀请你 如果今天 如果你愿意 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做王 你愿意让上帝在你心里面做王 否则是你的雨伞 不是你的雨伞 他是你的王 不是 是王 我要请你现在站起来 我邀请你站起来 你必须要看别人 你不需要妄逼人 我要请你现在站起来 我邀请你站起来 你邀请上帝 你邀请上帝 你身里面做王 成为你心里面的作王 这个邀请 这个邀请 是不看别人的 不是看别人 是单单看着上帝 是单单看着上帝 知道他爱你 因为你知道他爱你 他爱你 所以他才要做王 因为他爱你 才要在你心里面做王 因为他要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 因为他要在你心里面 解决你一切所有的问题 他要带给你喜乐的生命 他要带给你喜乐的生命 他要带给你分圣的生命 他要带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跟你说 我的孩子 不要自己作王 不要自己作王 因为你搞不定 因为你搞不定 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 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 太复杂了 你搞不定 让我来作王 让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让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作王 掌管你的生命 引导你的生命 如果今天 我愿意从心里面 如果你今天 愿意在心里面 让你生命中 跟上帝说 我是我的雨伞 你不再不是我的雨伞 因为你是我才想起来 用的时候 我再想起来 你是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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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站立起来 在唱这首诗歌的说 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还有这样的心 如果你有这个心 站起来 你站立起来 不是因为别人 没有因为别人 是因为你自己 所以会让你自己 为了你自己 是我们的忠心 为了我们的忠心 是我们的忠心 是我们的忠心 耶稣 万物都奔于祢 属于祢 魏于祢 你是梦遥君王 我们欢迎 祝是万千里 渴望看见 祢的展现 无求你来分装 震动着土地 复兴我们圣界的热情 我们欢迎 祝是万千里 同心告知 圣界的名 福旧天船打开 春雨不停行 我们呼喊 传言君王将领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奔于祢 属于祢 魏于祢 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 君王将领 同心 渴望看见 祢的展现 福旧地来放装 震动着土地 复兴我们 圣界的热情 我们欢迎 君王将领 我们欢迎 同心告知 你圣界的名 福旧天船打开 春雨不停行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将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邀请你 邀请你 邀请你做一个祷告 邀请你做一个祷告 就是你再一次确定 再一次去决定 耶稣在你的生命中 耶稣在你生命的中心 在你生命的中心 是你的君王 是你的君王 你不是王 你不是王 祂是你的君王 祂是你的君王 因为只有祂能带你 因为只有祂才能带你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我要请你 我邀请你 举起你的手 举起你的手 手举起来 手举起你 在国际上 在国际上 所代表是投降 是代表投降 圣经里面有举手祷告 举起我们的手 举起我们的手 代表我们对神的享福 对神是对表我们对神的享福 代表我们对上帝的享福 不要再与上帝为敌 我们不要再与神同敌 让祂来作王 让我们举起手的时候 当我们举起双手的时候 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耶稣基督 我请求你 我恳求你 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常常 没有把你当作我的王 我常常把你当作我的王 我常常把你当作我的雨伤 我常常把你当作我的雨伤 求你赦免我 从今天起 从今天起 我愿意 我愿意 尽力地来跟随你 尽力去跟随你 我知道我有暖落的时候 我知道我有软弱的时候 求你来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让你永远在我的生命当中 让你永远在我的生命当中 做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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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啊 只要你的吩咐 只要你的吩咐 帮助我去做 我愿意跟随你的罪去做 你帮助我去做 你帮我去做 你要我过圣洁的生活 你要我过圣洁的生活 我愿意 因为你是王 因为你是王 帮助我去过 帮助我去过 你要我传福音 你要我传福音 我愿意 我愿意 因为你是王 帮助我去做 帮助我去传 你要我爱弟兄姐妹们 你要我爱弟兄姐妹们 我愿意 帮助我去爱 我愿意 帮助我去爱 我们如此祷告 送耶稣基督名求 奉靠耶稣基督名知的祈求 阿们 我也为所有没有举手的人 我也都为所有举手的弟兄姐妹祷告 也都为没有举手的祷告 主要我把所有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们交在你的手上 我也都将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交上你的祷告 我知道他们生命中的挣扎 我愿意帮助他们 求主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知道他们放下的时候 当他们知道他们放下的时候 主啊 你会掌握一切 你会掌握一切 你会照顾一切 你会照顾一切 你会帮助他们 你会帮助他们 让他们的生命 当他们的生命 放下的时候 放下的时候 反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求主你帮助他们 求主带助他们 愿主耶稣基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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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同在 愿我们今天愿意同在 愿今天直到永永远 愿耶稣祝福你 愿耶稣基督祝福你的 如果你需要祷告 你都可以到前面 你到台前 我们有牧师 我们有牧师 张牧师在这边 有牧师在这个帮中 我们的展老和指示 有奖老和有执事 为你们祷告 我们去祷告 不求你来帆船 震动这土地 不惜我们圣洁的乐器 我们欢迎 祝我加密 同心告知 你圣洁的命 不求天船打开 正月不停歇 我问父母 欢迎君王将命 我们欢迎 君王将命 父母看见 你的展现 不求你来帆船 震动这土地 不惜我们圣洁的乐器 我们欢迎 君王将命 同心告知 你圣洁的命 不求天船打开 圣洁不停歇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 君王将命 君王将命 不求天船 我为你带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